与谈女神大哭彩 艰难逆转夺冠 奥运前再战一贯 实力再次升级 印尼天才新秀埃斯特 随败犹荣 两人此前交手过两次 大哭彩全胜 埃斯特简直是安喜盈和马林的结合体 大哭彩顶住压力成功逆转 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场精彩的对局 第一局埃斯特状态火热 极致的防守和优秀的进攻 大哭彩进攻失误太多 埃斯特以21比17先下一城 漂亮啊 关键的一分啊 没有选择啥这些 有点鱿鱼 先让它打开 漂亮啊 头领区一条直线啊 率先是占据了主动 停顿的放网 放网 放网 哈哈这一局 原来是猜对的方向啊 这是很难防 进入次局 大哭彩迅速调整状态 双方进入持久的拉锯战 埃斯特的球风 十分像安喜盈 稳健的步伐 和强大的体能 让他的防守像铁筒般坚固 埃斯特还有着一手优秀的进攻能力 往前的手法也很优秀 但他却和马林一样 赢球就会怪叫 影响对手心态 大哭彩主要通过四方球 拉掉 寻找突击机会 进攻凶狠 配合身高必长 和良好的步伐 能打出很好的连贯 但他的主动进攻失误率比较高 多拍中 也会失去耐心失误丢分 好了 这次泄露产生了变化 这个球 对方的失误是 这次是有点控制 差点准备动手的抓 差点准备动手 差点准备动手 就会出现步伐狠乱 防守不到位的情况 大哭踩的四方拉掉 找机会披杀和往前突击 让他在第二局 以21比19搬回一城 大比分来到 都会出现步伐独播剧场 出边线 这次是拆对了对角线 这个点发的不好 来到决胜局 埃斯特心态大崩 有些自乱阵脚了 开始急躁的主动进攻 但失误比较多 而防守方面也被心态影响 没有那么强悍了 大哭彩继续拉掉 去找进攻机会 他的进攻十分有效 以五分的大优势 进入技术暂停 对对 对对对对对的 哇 这个非常嫩 是一种打击 哇 非常快啊 这个很厉害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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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斯特劈杀后场 大哭踩的弱点在后场 他会把后场放掉 所以进攻他的后场十分有效 埃斯特心态还是太差了 如果他能继续防守 不主动进攻失误 或许他的赢面很大 反观大哭踩 他的心态变得更稳定了 体能也更加强了 现在的他在决胜局中 依然能够不断进攻 步伐也更灵活 往前手法更细腻 依靠强大的往前 突击能力建立优势 最后 埃斯特连续的失误 大哭踩以大比分 2比1艰难逆转夺冠 大哭踩表现得非常好 如果失误率再降低 在巴黎奥运中 是很强的存在 观众朋友们 你们这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